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即将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Stoneport特约赞助播出 民调显示自由党支持率下滑进步保守党散局第一 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去向承迷 洛瓜多尔否认批准其临时通行证 本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 401高速路今天凌晨发生了致命车祸 一部私家车撞上一部货柜车 私家车司机当时当场死亡 案发在今天凌晨接近三点钟 在401高速路东行线接近Eglinton Avenue路段 一部现代私家车从后面撞进一辆货柜车底部 私家车司机被卡在车中 警方赶到后宣布其死亡 私家车上没有其他乘客 事故造成401高速路事发路段东行线 封闭到今天早上7点半 严重影响早高峰的交通 省警提醒民众 长周末假日驾车要格外小心 并加派警力在各高速路上巡逻 打击违规驾驶者 再来看 安省执政自由党由于丑闻不断 根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其支持率已经下滑到了议会三大党派中的第二位 而进步保守党则暂时成为省内支持率最高的党派 Form Research随意挑选超过1000名省民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如果今天举行省选 35%的人会将选票投给进步保守党 自由党得到33%的选票 而在上个月的调查当中 自由党的支持率是38% 而保守党的支持率则几乎没有变动 专家分析 近期被各界吵得沸沸扬扬的瞒报取消建造发电战一案 可能是造成自由党支持率下滑的一大原因 另外在本次调查当中 新民主党获得24%的支持率比上个月略有上升 而8%的受访民众则表示会投票给绿党 安省省长维恩的满意度在本次调查当中下降了4个百分点到37% 进步保守党胡达克则保持在26%不变 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沃斯的满意度最高达到43% 而被问到谁才是最令人满意的省长 22%的人选择现任省长维恩 只比最大反对党领袖胡达克高出两个百分点 而令人意外的是 有多达24%的受访者选择不支持两人当中的任何一个 13%的人表示不知道 另外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不支持现在发动省选 还有32%的人称 前任省长麦坚迪是安省有史以来最差的省长 警方今天在多市东端展开搜捕寻找一名男性疑犯 据悉该人闯入一间民宅对两名女子实施性侵犯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未成年人 警方今天公布46岁男性疑犯麦卡尔特的照片 相信疑犯与受害者住在同一地区 性侵案发生在昨天上午 地点在Coswell Avenue加Jira Street地区 歹徒闯进一栋民宅 持刀威胁两名受害女子并实施性侵犯 随后歹徒抢劫了一些财物逃逸 警方称其中一名受害者是未成年人 并表示案件属于随机性质 警方公布疑犯照片 希望知情者提供疑犯下落 疑犯为白人男性 身高5尺11寸 体重220磅 短发 面部有少量胡须 目前该人涉嫌 持谢性侵犯 性骚扰 暴力拘禁 报卸和抢劫等罪名 好了本地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 回来为你带来国际方面新闻 稍后见 加拿大冰酒联合集团是加拿大冰酒出口中国的最大代理商 代理的主要产品为加拿大生产规模最大的冰酒制造商 钻石酒庄集团产品 所有产品通过VQA质量认证 只需要在加拿大订货即可在中国任何城市拿到原品原装的冰酒 加拿大冰酒联合集团在大多伦多地区有四个订货点 详情请致电416-855-0752 分布遍及多伦多温哥环北京的明锐集团 汇集加美中多国财税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名以言至 瑞以上德 明锐集团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中国、美国和美国 联系统集团成为新的资金融合集团 召唤出财富 中国的总统财务主席 台经亚洲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西方食品需要高能耗来生产的食品 不良饮食习惯引发的健康问题 感觉一下每天上下楼梯的重量 以及数量惊人的食品浪费 东方30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好了 欢迎回来晚间新闻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泄露美国政府机密的中央情报局前职员斯诺登 行踪仍然未明 他的父亲指儿子没有叛国 并指如果美国当局答应一些条件 他相信斯诺登就会回国 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 据报仍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机场过境区 行踪未明 他父亲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 斯诺登上月离开美国之后 已经没有同他联络 他指儿子是犯了法 但不是叛国 只是背叛了政府 他说已经透过律师通知美国司法部 只要司法部答应在审讯前不拘捕斯诺登 不发出禁制令 以及让斯诺登选择审判地点 他相信斯诺登会返回美国 他又指出 斯诺登可能被危机解密的人操控 早前厄瓜多尔承认 曾在斯诺登离港前一天 发出安全通行证 但没有获得当局批准 通行证现在已经失效 那么斯诺登据报 还在俄罗斯机场的过境区 行踪未明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指 斯诺登一天没有踏足厄瓜多尔国土 或者诸外大使馆 都不能够审批斯诺登的庇护申请 厄瓜多尔政府早前否认 发出过任何证件给斯诺登 但有美国的西班牙语电视台 公开一份由厄瓜多尔 驻伦敦总领事发出的 安全通行证的副本 指持有人也就是斯诺登 有权到厄瓜多尔寻求政治庇护 希望其他国家提供协助 让他过境 证件的发出日期是6月22号 也就是斯诺登离港前的一天 不过文件上虽然有总领事的名字 但没有签名 厄瓜多尔官员承认 总领事馆确实发出过通行证 但没有获得当局批准 通行证现在已经失效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回应事件时 表示情况复杂 因为斯诺登没有踏足厄瓜多尔国土 或者驻外大使馆 所以暂时不能审批他的政治庇护申请 他又宣布放弃原本享有的美国官式优惠 以显示独立处理斯诺登庇护申请的权利 但他同时表示 无意和任何国家切断经贸或外交关系 有分析认为政府说法不一 显示厄瓜多尔政府内部对处理事件有分歧 英国卫报报道 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曾经指出 厄瓜多尔发出过难民旅游证件给斯诺登 令政府震惊 厄瓜多尔这个月初撤换驻英国大使 以应对阿桑奇 斯诺登据报仍在俄罗斯机场过境区 正在非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并没有就事件致电中俄领袖 奥巴马承认 斯诺登手上还有其他绝密文件 但不会因此出动军机拦截他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病情有所好转 并且逐渐地恢复了知觉 但仍然未待 现任总统祖马取消出访邻国莫桑比克留在国内 而周五到访南非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会为曼德拉祈祷 曼德拉病情好转 大批民众继续在院外等候消息 又再歌再舞并放气球送上祝福 他的长女马卡兹维在探望父亲后表示曼德拉开始有反应 虽然他认为情况仍不乐观 但作为女儿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抱有希望 马卡兹维批评传媒过分报道曼德拉的病情 并不是真正关心他 现任南非总统祖马也再次到医院探望曼德拉 他已经取消周四出访邻国莫桑比克留在国内 而周末到访南非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明 不会取消访问行程 又表示自己视曼德拉为英雄会为他祈祷 南非传媒报道 曼德拉的家族已经召开紧急会议 交代曼德拉的病况 但没有讨论曼德拉一旦病逝 葬礼会如何安排 因为曼德拉曾经是国家元首 家族倾向将葬礼交由南非政府安排